各位,又到了盛夏,炽日炎炎,难免想让人去海边清凉一下,我说的不是什么衣服脱光,让人涂油,又或者说什么搞天体啊,我说的是在海滩上奔跑,让海浪拍起,卷起这种水花滴在你身上,啊,凉爽了,可惜,没有条件去,那怎么办,在家里边练一下,毫无必要,那还不如啊,心尽自然凉,玩一点和海洋, 相关的游戏,比如说MD上的这款Echo the Dolphin,当年一款非常优秀的以海纯为主角的动作游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游戏,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丝清凉。 这款Echo the Dolphin,它的制作人呢,叫做Ed Anziata, 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位意大利异的游戏制作人,提他制作的优秀游戏啊,除却小海豚之外,还真就没有什么,但是呢,他很有意思,因为后来啊,他从这个Novatree的这间公司,就是游戏的开发商啊,跳槽到了Nokia,去主导开发了一款游戏手机,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Engage,是吧, 你看,其实圈子就是这么小,那这款游戏啊,当时还没有对外公布的时候,坊间就传闻说Novatree要做一款海豚和海洋相关的游戏,那业界里面讨论声浪就很大,因为当年在16位级时代去完整的体现海底世界的游戏,是不多的,所以当时呢,业界比较关注,玩家自然也抱以信心,那真正公布之后,发现是一款MD独占的游戏, 大家觉得OK啊,MD快速卷轴的机能,也挺适合在海洋之中探险,那这个主人公啊,设定了一只海豚,它的名字叫做Echo,就是回声,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有些波折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安努迪亚塔啊,想给它取名叫德尔菲斯,那是一个什么岛的名字,后来呢,他们的市场总监说你这名字太垮了, 你不是意大利人吗,当时不是这个忍者神龟很火吗,忍者神龟里面什么达芬奇啊,什么Leonardo啊,什么的,什么拉菲尔,这都是文艺父亲时期的画家,我们干脆就到这个海豚呢,叫波提切利,这也是文艺父亲早期的一位画家,说这也不错,但是呢,内部讨论之后,觉得这个名字 凹口啊,不容易上口,然后呢,是这个Novatrade的老板说,既然是海豚,海豚它不是有声波吗,什么的,咱们就叫它Echo,就叫回声德了,正好,这也是游戏之中,这个小海豚的一项技能,所以名字定了下来,然后平台定了下来,那就正式发售,发售之后呢,好评如潮, 因为这确实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游戏,那游戏怎么样,我们先不着急说,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啊,先看看手上的这个日版的MD的这款小海豚这个盘啊,这个卡带长得什么样,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卡带啊,MD的日版都是这样的卡盒,呃,Echo,The Dolphin,这个MD的卡带啊,这个MD专用,封面呢,是手绘的这只海豚,大海啊, 这个畅游,然后呢,One Player,一人游戏用,反过来呢,是简单的游戏的画面,以及大概的背景的介绍啊,这样的侧边也是Echo的Dolphin,Dolphin我们打开看看啊,这个说明书,我们来看看这块说明书长什么样啊,呃,封面还是这只海豚,其实这还挺漂亮的,尤其这张星星点点见起的水星啊, 让人就水花,让人就觉得有一种夏天的感觉,是吧,然后看这个介绍,操作方法的说明,啊,这个背景的介绍啊,这个手柄的,这是一个六件手柄啊,这对MD2的六件手柄,这是93年发售的游戏,ABC键各有各的功能啊,是音波啊,什么什么的,移动啊,等等, 啊,在游戏中我们也能看到啊,然后一些界面的介绍,看看啊,这个说明书,其实老游戏啊,它都有纸质的说明书,拿在手上把玩一番,确实有别样的乐趣,现在的电子说明书呢,确实更方便,但是好像又少了这种把玩的乐趣,是吧,还给你啊,让你的冒险日志去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 OK啊,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密码记忆吧,什么的,好像让你去填,还不怎么着的,呃,然后啊,还有一些注意的说明,请来了索尼克和Tales来做说明,OK啊,这个是说明书,保存的还算是不错,那卡带呢,本身就长这样了,看这个红星的卡带啊,大家看到芯片是红色的,封面还是这样的一个封面啊,1993年,SEGA,然后反面的这个封贴完好, 那OK,咱们也就废话少说了,接下来就实际插到卡带机器里面玩玩这个游戏,再和大家详细介绍这款海豚 好,我们来进到游戏里边啊,这款游戏呢,它其实是一个故事驱动的游戏,但是又和我们当年所熟知的很多游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常常抓虾啊, 大家看,A舰就是可以发这个回声声波,然后跟其他的同类交流,B舰呢,就是这个加速啊,C舰是加速,B舰就是猛冲,同时可以吃怪物啊,吃吃吃小鱼,OK 这个呢,故事说的就是这个海豚Echo啊,他呢有一天在海洋之中啊,说想跳啊跳啊什么的,练习他的跳高,就像刚才那样,一下蹦得太高之后,不知道怎么引起了一漩涡还是怎么着的,结果他的同类呢,海底的这些生物都被吸走了,所以他就来到另一个海底世界,然后去到亚特兰蒂斯啊,经历很多冒险,最后去把同类救回来,大概就这样,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把他跳过去啊,在游戏之中呢,整个画面非常的流畅,然后这种海,水,然后海底的这种美妙的世界,也都算是做的是挺不错的 那玩法其实就是一步步的推进,像现在我们就要找接下来要去到哪里,然后中间会有一些像类似于水晶的东西 这个水晶呢,是一对一对的,就是有一个水晶会挡住你的路,然后呢,你再找到另一个水晶之后,类似于取得一把解开水晶的钥匙啊,或者什么一个声波的回放什么的 你就可以把挡路的水晶给挪开啊,这是算是第一个要去带这块水晶挡着路,他会告知你一些信息啊,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呢,你就去找另一块解锁的水晶,然后找到之后就能把这块水晶移开,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地图之中去 整个游戏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推进的节奏 那当年这款游戏啊,说实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是在机房里边玩的,完全不明所以 大家看到像在对话的时候是这个日文的,当然游戏有美版,可是当时在这个机房玩到的,它是日版的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干什么,觉得这个海底的世界很漂亮,这里面海底的生物啊,各种东西构建出来 这样一个还颇能让人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海底世界,怎么一跳过去 再跳一下,跳一下啊,好,哎呦,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OK,过去了 然后我们去找另一块水晶,那当时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海底的世界 可是实际玩的时候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玩过之后也就没太当回事 那个时候机房玩这款游戏的人挺多,但是大部分,因为就觉得画面挺漂亮嘛 这颜色啊,各方面都很好,可是大部分人也是浮光掠影的玩一玩 确实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 那后来呢,哎,找到这块水晶了,大家看一个圈儿被我吸收了 然后这还有个东西跟他对话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把那个水晶解锁 那后来呢,就是知道这东西是怎么玩,是后来这个杂志上也有攻略,网上也有攻略 然后家里又有自己的MD之后,在家里边算是认认真真真地玩了一下这款游戏 这个游戏算是MD上的比较经典的作品 当时是MD独占的,后来也移植到很多其他的平台 因为他登录了这个任天堂的那个VC,Virtual Console 所以很多任天堂的平台上也都可以玩到 而且现在PC,就Steam上也有这款游戏的移植吧 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去找来玩玩 诶,OK,挪开了,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地图 那整个游戏的进程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可以描述的内容并不太多 但是游戏呢,当年却是玩的人不在少数 尤其是对我而言,这游戏还有一特有意思的故事 我来和大家好好聊聊 什么事这么有意思呢 大家知道我第一次玩到这款海豚历险记 是在机房 那这个机房是以MD为主 我以前聊过,二楼是机房 然后呢,后来还搞了几台电脑 变成黑电脑房 一楼呢是街机 就是一老板开的 我们老去那玩 我第一次玩是在这个地方玩 然后呢,去老去这个机房的 除缺我的同学之外呢 还有几个人,其他学校的 或者高年级的,反正也经常去玩 那大家老能照面嘛 彼此之间就经常吹吹牛,打打屁 那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去机房玩啊 就未必总是去同一间机房 常常是几个机房晃来晃去 这里边一则是老待在一个地方审美疲劳 二一个呢,有的时候比如说 其他同学说,哎呀,我们放学去炸玩什么的 那就跟着一块去 再一个呢,也很现实的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没钱 所以有的时候跟老板比较熟的人会赦账 就是说玩了五块钱 身上就三块钱 那老板说赦两块钱 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 那可是你中间不够钱 你当然就不好意思来嘛 所以就去其他机房 哪怕去看一看呢 是吧,有了钱再过来还 所以总是会挤个机房 转来转去 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机房 会看到不同的人玩 不同的游戏 或者同一款游戏 甚至会搞混了 那我们那天在机房里边玩这款 这个海豚历险记啊 玩的时候因为我说了 这个游戏的任务的驱动 非常的不明晰 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干什么 就在那转来转去 这时候呢 来了一个也是常常来这机房的人 他就站在后边看 看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说 我玩过这款游戏啊 有意思了 这个海豚后面还能上岸 还能变成其他动物 还能变成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跟咱们一通吹 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把这个游戏 推进到很深的进度 所以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既然你说你懂 你知道 你见过 OK那你就跟我说啊 你来教我怎么玩 他就在那一通乱指挥 当然 他显然是指挥的不可能正确 因为他没玩过 他把搞错了 他一通乱指挥之后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那我们就嘲笑 他说你不是说能上岸吗 什么什么的 小孩嘛 经常这么一说 就恼羞成怒 我一喘 你们不能玩 你不会玩 糟了 他就跑了 我们就在那嘲笑他 后来呢 我才知道 他也不全是吹牛 他应该是在不同的机房 转来转去 把两款游戏搞混了 在SFC上有一款游戏 是埃尼克斯的作品 是SFC独占的 叫做46亿年物语 这款游戏呢 叫生物进化 什么盖亚女神 什么的 一开始 也是海底关卡 但是它不是一只海豚 就是一海底生物 然后进化之后 然后到上岸 变成爬行动物 然后变成人类 什么的 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 那么一开始的这个地方 你要说像 其实不太像 你要说不像 又有那么一点点像 毕竟在那个时候 大家玩 其实也是也云居多 就是站背后看人家玩 并不是自己真正玩 所以总是这个印象不够深刻 因此啊 它大概是把这两款游戏 给弄错了 可是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后来我们每回看见它 都嘲笑它 看它这个什么海春哥 什么的 大概这一类的 就嘲笑它 弄得它也很尴尬 后来想想啊 某种程度上 还真是错怪它了 是吧 所以这是当年 很有意思一个事 那这款游戏 其实后来我认真玩之后 我也没有通关 因为关卡是挺深的 而且虽然画面很精美啊 游戏真的是好游戏 它发行之后 在这个世家的官方的杂志上 把它评为MD上100家游戏的 第24名 销路啊 评分啊 都还是不错的 游戏是好游戏 这个没得说 可是当年我们玩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不够刺激啊 现在我们玩会觉得 这是一款非常敬意啊 这个非常治愈的一款游戏 然后也确实海底的瑰丽世界 在你眼前展开 有一种神秘感 但是当年确实是 就觉得好像不够刺激啊 那个时候就喜欢玩一些 短平快的东西 是吧 那还不如去街机厅 玩玩那个麻将牌的 那个麻将牌 也是最永远之意不带久啊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好吧 这款游戏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真的感兴趣的朋友 其实现在好多平台可以玩 没准去玩玩 玩出什么新的高科技来 意味可知 OK啊 游戏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呢 广告时间啊 还是淘宝店 淘宝店有些有趣的收费节目 像创业故事啊 为什么我现在这个负债 还钱也是当时做生意 做失败 再看看这个可以了解了解啊 没准还可引以为戒 那其实我就觉得吧 是这样 不是有一句俗语 说你欠银行一百块 这是你的烦恼 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像我这种欠的也没那么多 也没那么少的 大概是我和银行共同的烦恼 陆陆续续续还了这几年前 虽然还掉不少 也还差不少 反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挺有意思啊 当然还有其他有趣的收费节目 还有甜点给你卖 买来吃吃都很好吃 总之呢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